遇到的狀況是,如果我要從頭取三個 當然你用Labs,不過他這邊是要MID的,所以我們一樣用MID 找到這個MID 然後這個資料給他 跟他講從頭到一一,取幾個字,取四個字 答案也是051,不過將來你按確定之後,假如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你就要知道說為什麼 有沒有,應該不知道有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對,所以假如你之後按下確定,按下打勾 他出來的結果明明應該是0551 奇怪,為什麼公司寶 其實解決方法很簡單 第一個,請你把滑鼠在這個圖子上按右鍵 然後這個主要是格式 因為他格式只要是文字 他就會用文字的方式把公式顯示出來 不過當然,以後如果你要顯示公式 你可以這樣 你就是先按右鍵儲存格式 那你會發現,他目前的儲存格格式的設定是在文字 OK,所以如果假設你把儲存格格式改成文字的話 按下確定,再輸入那個公式,他出來就不會是結果 而只會留下公式 OK,那當然我讓他改回很簡單 你就把文字改為通用 原始狀態 按下確定之後 他當然不會馬上變 那他怎麼會變呢 很簡單 再把游標放在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打個勾就可以了 這樣就OK了 等於是說,讓他重新再跑一次 底下這個應該一樣 第八個字取五個字 所以你下面要填滿好了 這底下應該會複製公式 然後你只要改這個 第幾個字 他說第八個字 第八個字 所以把這個參數改成八 然後取幾個字 取五個字 就把這個改成五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請各位熟悉一下 那個參數到底要加什麼 尤其MID這個非常重要 我是建議最好是可以把這三個參數 到底要加什麼 盡可能把它記下來 然後這個從第三個取兩個 所以這個一樣 第三個 所以這邊輸入三 然後取兩個 OK 那這樣後面就完成 那至於前面還有一些 這個練習 這個比較簡單 就取左邊取右邊 這個自己再玩玩看 那當然最後這個Twin 這個Twin的話是指的去除 多餘空白 但是 所謂的多餘空白 指的是英文環境的多餘空白 那英文環境呢 它有一個 規則 就是說 字跟字中間一定有空白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以這一題 其實這個Sony 這個 這個 HINET這個可以拿掉 我們主要是 乾脆這個 留兩個就好了 一個中華民國 一個 一個 跟 iView 這個 就是 這兩個 來練習 如果你用Twin的話 你會發現 它 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我找到這個Twin 按確定 然後呢 那你 中華民國這個給它 然後 下下填滿 你會發現 當然呢 這個 中華民國 奇怪 怎麼還有空白 因為規則不一樣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中文的話 它理論上應該 字跟字中間 不需要有空白 可是 英文的環境下 那一定要保留 所以這裡的話 如果假設你要能夠 符合中文跟 英文不同的需求的話 那這邊呢 你就不能 兩個都用Twin 而是應該 多做一個判斷 怎麼判斷 就是判斷說 這個資料裡面是中文的 那我就用另外一個方法 你就不能用Twin 那你要怎麼 用哪一個方法 用哪一個函數 它可以取代空白 全部哦 也不是說只有 像那個Twin一樣的空白 就是全部 不留任何空白的 那這個時候呢 順便補充一下 這邊其實你可以插到函數 可以找到有一個函數 叫做Subtitude 或者叫Replace 不過Replace在這邊 好像沒有Subtitude 簡單 是UBSTI 這個 Subtitude 這個 那這個Subtitude 其實就可以拿它 來做 取代多餘空白 OK 這樣確定 然後呢 這個Subtitude 相對 複雜一點 不過呢 你也要各個理 所以哦 以後可能要學會一個 這個 如果看懂 它前面參數的這個 如果你每個函數 你馬上可以看懂 那我是覺得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不過理論上啦 你說是 你用了多之後啦 差不多都一樣 所以很多時候說 你根本不一定要特別去背什麼 那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它是取代對不對 所以它理論上應該什麼 你要先跟它講Test Test 是字在哪裡 在這裡 我的字在這邊哦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 Order Test Order Test 就是你要取代的那個東西 取代什麼 取代空白 那空白的話呢 你不能直接按個空白 一定要前後加雙以後 然後中間加一個空白 然後它就知道說 哦 你要的是把原來 Order Test 應該是 意思應該是 你要取代的那個字是什麼 然後 New Test 應該是 你要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什麼 那取代成 應該是沒有 沒有 沒有 其實就清除 對 如果 清除的話 在Exale 或VBA 都一樣 就是 兩個雙以後就OK了 那你不能保持空的 空的是什麼事都不做 如果是清除空白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加兩個雙以後 這樣就OK了 那第四個是什麼 Instant Number 這個應該是從哪個字開始 那這個保持空白就從頭 OK 這個就不要了 反正就 一二三 好了之後 我們看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還蠻值得注意 就是 你在按確定之前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預覽 如果預覽結果是對的話 那表示應該沒錯 有沒有看到 裡面沒有空白 那裡面應該就按 這個預覽 像我的習慣 我一定會看一下 因為我同學都沒看 按缺它錯 錯你按下去還是錯啊 但是你預覽看還有錯你就來修改一下 OK 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用Subtitude 可以針對中文的 然後呢 train 可是問題啊 你不能說你也把這個拿來當I love you 這個 它會變成沒有空白的 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這一題 理論上還需要多一個判斷 什麼判斷 if 什麼呢 如果是中文的話 那就用Subtitude 如果是英文的話 那就用train 可是好吧 這個後面延伸 所以有的時候 就是你要靈活 有時候遇到問題 然後你要去想說 有什麼方式 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如果通通可以找到那個方法 那你其實解決任何資料就不是問題 反正就是很彈性的 那這裡當然我們要知道一個 內碼的規則 這個可能需要多知道一個叫ASCII Code內碼的 這個 有點不好解釋 不過白話意思就是說 在美國人設計那個 電腦鍵盤的時候 還有那個對應的那個字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想到 別國語系 因為他只有想到英文 數字 跟一些符號 還有一些控制鍵而已 所以 美國在設計那個 內碼的時候 他有一個 標準叫ASCII Code 就是ASCII 這個 我有把它放在 我們這個雲端講義裡面 這邊有一個 ASCII 這個其實如果你不想 記的話 你大概記就是內碼 其中的話 他只有規定 0到127 0到127 就是他的內碼的範圍 其中的話 他規定 0是放在D48 的位置 有沒有 然後E放在49 那如果大寫的A 是放在65 所以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到底 他是 英文呢 還是中文 那跟各位講 如果假如說 我得到的內碼 是大於127的話 那應該就不會是英文 OK 所以 可以取的一個規則 就是 那我怎麼知道內碼 是不是大於127 其實有個方法 對 插入函數 我剛剛有看到 這邊有扣 扣的話 就是取扣碼 扣不一定 內碼 所以 他當然會取第一個字 OK 所以假如你要判斷的不一定是D 換一個位置 然後按確定 然後跟他講 你幫我判斷一下這個 是不是 他的內碼是多少 那你會發現他得到的是什麼 42,148 顯然大於127 所以你把它向下點滿 那I會不會是 I的話呢 有沒有大於127 沒有 他得到的是73 那為什麼是73 其實如果你要對照 ASCII Code 你會發現 I的位置在哪 I的位置在 I在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是73 其實這個對照表裡面也有 有沒有 I的位置在這裡 他的內碼在73 OK 所以 他得到第一個字 當然相反 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 輸入哪個內碼 自動幫我輸出哪個字的話 那其實這邊 插入環數 你還可以找到一個 CHAR CHAR 有沒有 這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輸入A的話 大寫A 我剛剛看的是65 所以你就輸入65 你按確定 他會得到A 如果你輸入66 他是輸入B 有沒有 所以COR跟CHAR 剛好是相反的 好啦 回歸這裡 所以 中華民國文 他前面幾天只有空白 所以那空白 中華民國文 就是A3 對 就空白了 沒有他沒有空白 他中剛好是 就是第一個字 對 所以不影響 所以如果假設 如果前面有空白的話 空白應該就不行 空白 不要這樣加一個空白 他抓到是第一個字 他就變成32 OK 所以是不是如果你要預防這個 可能要先twin 就是加一個twin 有沒有 然後把前後空白拿掉 再來判斷 這也是一招 不過這個當然 有些時候真的是要按照實際上遇到的狀況 你就是做一個彈性的搭配 那你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這個就已經很複雜了 所以你要把這些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加一個邏輯判斷 那就可以得到 如果中文我們就用中文的方式 英文就用英文方式 OK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回去再練習 那今天主要是先跟各位開個頭 然後後面的話我們就會按照五個大的章節 裡面會有很多的範例 然後我會針對比較重要的範例 提一些問題 那你們先思考 我覺得最重要是你先想想看 但如果你有別的更好的答案 你可以告訴我 我們是可以討論沒關係 但理論上我會想一個 也許是答案當然我會是最精簡的 而且是最容易的一個答案 然後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然後盡可能的把這些題目都試著做做看 然後前面會先講函數 進化到巨集 再進化到VBA 可是會漸進的 不會一下子 就跳上去 那剛剛做的這些事情 其實都可以用VBA寫 可是簡單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 這麼簡單 用函數兩下都OK 你沒事幹嘛還寫程式 根本就是至少麻煩 所以後面範例有複雜的 就用VBA來解決 然後就是幾個重點 大概就讓各位知道一下 所以回去的話 就是一定要務必記一下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這個 雲端的這個連結 然後每次上課的話 我會再把影片PO到這上面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複習的話 你就自行再到這個連結裡面的教學論壇 然後自己再加到這裡面來 然後每次我上完課 影片就會自己寄到你的信箱 你再複習一下 另外 因為這邊好像 這個電腦它有一個規定 就好像要自己帶 所以這個可能 就是說還是要麻煩大家一下 那就是OK 我們知道順庇有要在裝這個 什麼